急診勢力就像打仗 主戰場的白衣天使 都快分身乏術 一粒一休時事後 恐怕更雪上加霜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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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生死教官的產房 也受到衝擊 很多家長會選個良辰吉日 讓肚皮裡的娃兒來到人世 但未來想指定假日剖腹 醫院恐怕會拒絕開刀 我們也在檢討 是不是在例假日的指定 看死剖腹產的部分 要去停止實施 一旦假日拒絕預約剖腹產 未來元旦寶寶 國慶寶寶 事物量勢必大幅減少 目前除了高一大 還有林口長庚 都考慮取消假日預約剖腹 櫃台內的行政人員 和護理師一樣 都適用牢基法 一例一休勢必讓院方 大幅增加加班費 更多醫院著手掩擬 縮減夜診以及假日門診 中小型醫院的話 他每個月的人事費用 可能增加二三十萬 很可能週末假日 可能都要停診 台灣醫院龍頭 台大醫院也考慮在 今年四月起周六減診 高一大附設醫院 農曆年後也減少 四分之一夜診 三分之一週末門診 康林醫院取消 週末婦產科門診 而中部的竹山秀船醫院 甚至在週三全面關閉夜診 診比較少 然後越來越多人 同一個診 就是會等不到 不然就是會等很久 一例一休恐怕影響 民眾的醫療服務 也更凸顯護理師的人力不足 白班我們大概是照顧 六到八個不等 平均大概是七左右 全日護病比 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醫學中心就是一筆九 一位護理師要照顧九位病人 台灣的醫療環境 護病比居高不下 實施一例一休 勢必得再增加人力 但人事成本也跟著提高 不動喔 醫療車不要動喔 不關 中小型的診所也大受影響 不管藥師或是護士小姐 護理師 他也是希望六日休息 所以目前這樣子實施之後 還是會影響醫師診所 在假日開診的情況 林醫師表示 中部地區的藥師 每日薪資約2000多元 親自上路後 週六跟著上下午及夜診 加班費就增加6000多塊 以單人小診所的配置為例 一名藥師再加上三名護理師 每月成本增加5到6萬元 大部分我們診所 大部分真的都是單人 單藥師的診所 這樣真的是負擔非常的大 對 這個是一個 其實是修法之後 最大的問題所在 因此中南部許多診所 已經貼出公告 今年1月1號起 調帳過號費50到100元不等 但對家長而言 帳價還不打緊 就怕診所把鐵門拉下 小孩子的病又不能脫 也不能等對不對 就是有很多不方便的 單位處偏鄉或是單人診所 想在休息日開診 若請不到藥師 恐怕是非不為也 是不能也 希望我們衛生主管單位能夠 就是衛福部能夠開放 讓醫師能夠有一個假日 休息日的一個 一個緊急調戲權 由醫師自行去調戲 這樣才能夠解決一個假日 沒有診所有辦法 開診的一個狀況 不僅護理師缺人 台灣的藥師也鬧人力慌 就算診所假日營業 一旦藥師拒絕加班 民眾看醫生也拿不到藥 甚至外面一般藥局 也不會有這種抹粉 你藥局反而是 我們是因為像說 我們是配合的 或是會變成說 量炸就需要鬆鬆鬆的 小兒科用藥種類多 還要經過抹粉 恐怕不是每間藥局 都能接受醫師處方簽 像我們常常來都是阿公 帶著小朋友 你要叫他再去拿著 醫生開的處方簽 再走到不知道 800公尺或是1公里遠的地方 去找藥局再磨藥 有可能有時候還被打槍 這樣子真的是情黑 當地區行診所 檢診或是關診 勢必讓民眾又湧進醫院看病 和分級醫療背道而馳 目前衛福部協調 診所休假日輪流看診 但伊利休所造成的加班費 小診所還能撐多久 才是真正考驗